虽然政府强制民众在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戴口罩 但是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今天宣布 沙拉越的穆斯林宗教场所 召导人和讲道者诵经宣教时可以脱口罩 理事会今天在更新版指南中透露 传教士在清真寺和祈祷所步道演讲时 只要维持适当的肢体距离便可豁免佩戴口罩 不过其他人依然强制戴口罩 根据之前发布的指南 沙拉越境内的穆斯林4月1号起到宗教场所礼拜时 不再需要保持肢体距离